第2位嘉賓有Winky 黃建儀 屬於2024的新人 繼上次貓貓艷細學之後 今次有錯錯出細學 作曲部份有Winky 填詞找到Oscar 編曲找到黃少銘監製 是陳夏威 在我們生命終結前 可以找到你喜歡的一個人 一件事 甚至一隻貓 純粹喜歡一樣東西 人生已經無憾 今天有Winky 黃建儀 初初出細學 還帶這張出世紙上來 是 我們有名字 但看看裡面不是我們的名字 其實這張是 初初出世學這首歌的出世紙 有爸爸媽媽 即是黃建儀Oscar 等等等待在這裡 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感受到 真的要請他們上來問一問 那些詞好像很深 例如 讓我沉淪在你的孤寂 然後就 成就我的心、成就我的結局 等於初初那時 甘願媽 是 然後呢 你無法回覆 明明上次 她的貓貓艷細學 那些Big Band Jazz 有些鵝鵝多姿的感覺 對,跳著舞 還有,我告訴你 我是貓貓漢世界 但現在有一個挺大的轉折 但裡面好像有些元素 不是吧,你聽她的編曲 或者底部 或者有些旋律 好像又回應上次貓貓艷細學 先問第一個問題 其實兩首歌沒有關聯嗎 其實看歌名是甚麼學 可能大家也會猜到有相對的關聯 我會說這首《初初出世學》 是一個好像 Chapter 2的感覺 即是上次真的是一個 開始的幾部曲 類似 我跟Oscar聊天的時候 我們也想在一個場景中 用不同的切入點 所以其實兩首歌都身處 在同一個場景 可能角色就不同了 上次是貓眼去看 是 今次呢 就是人 主人對眼 主人對眼去看這個世界 那場景是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上一首歌也有輕輕提及到 主人有病快死了 所以今次這首歌就是承接這句 就是主人已經去到生命的終結 他去看這個世界、這個環境 其實他身邊的所有物質的東西 或者他的痛楚當下 其實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找到他最深愛的那件事 而那件事… 在當刻而言 在主人而言就是他的隻貓 還有可能是音樂 對於我來說 就是這個意思 那甚麼導致你們想寫這個題目 因為關於死亡 但其實你又好像在說一些很有愛的事 即是很有希望 其實死亡本來已經是終結 但你其實也是想說另一件事 其實這個淵源是這樣的 因為我在一段很刺激的時候 寫了這首歌的展示出來 這首歌的感覺很暗 然後我跟Oscar商量 因為我們早已想好 就是用主人的切入點去寫 但究竟怎樣去寫 再寫它 我們就出了第一首歌 之後再一起討論 老師,我想問 即是不是一開始你要鋪排 我是2024的新人 我準備了第1、第2、第3 不是這樣的 是出了《媽媽驗世學》 然後又有醫務時期 再跟Oscar談 我們應該怎樣 應該說一開始我們也有談 在一個場景中寫不同的角度 但究竟實際是想怎樣寫 我們就有些想有些循序漸進 即是有第一首歌 然後究竟可以由第一首歌 去發展甚麼 去第二首歌 即不是首先設定 讓它流動一下 然後再想 對,就是用這個方式去做這首歌 那你的衣服很暗 對,這個衣服本身很暗 我跟Oscar談的時候 就說 我這個展示已經很暗 我們這個詞 可否寫色彩色一點 可以 最後其實 女孩子的心態很麻煩 寫是他寫的 對,又是我寫的 但又是我又說要不太暗 但當初沒有那麼多設定 但當初衣服的時候 你是因為自己那一刻 衣服不開心寫了一件事 為何不會跟著他 我想記錄那件事 反而是要填詞人 變回事情 更明顯 對,你這個角度挺有趣 我也沒有想過 因為… 創作人真奇怪 因為有時我寫歌的時候 那陣子突然心血來潮 寫了一個展示出來 寫完之後又被Oscar聽 Oscar覺得這首歌也很棒 然後就決定用這首作為第二首 然後再發展 究竟這首歌是怎樣 如何是黑色還是不黑色 還是怎樣 很明顯不是終於原著 是喜歡他 其實別人的面貌是黑色的 他又說要改 不行,我要先讓原著出來 我們先聽聽當日是多麼衣無 一直聽這個demo 都會浮現當日 陳輝陽女聲合唱的氣氛 當日你寫的時候 就是這個氣氛 是這個氣氛 當然剛剛聽那個demo 已經有了Oscar的詞 但寫那個demo 就是那種旋波的感覺 暗湧的浪 在推出來的感覺 當時你發生什麼時候 會有這些歌出來 沒有的 純粹因為我寫歌 很多時候 我平時喜歡工作的時候 是晚上很晚很晚 在說三四點 通常你自己一個 然後你房間就會寫什麼 可能喝一些很開心的飲品 然後就寫一下 這樣就寫了一個這樣的demo 簡單來說是很作狀的 但創造人就這樣出了一個美麗旋律 還有整個vibe就在了 但我們剛才聽到的demo 和現代的製成品 尤其是後段 因為後段 你找了黃小銘去編 都加了很多blast 對 所以這個轉節又是怎樣走出來的 其實當初我找Gareth 去和我一起做這首歌 他也推薦 不如找Niccater去玩 然後就組成了這個班底 然後其實我傳這個demo給大家聽的時候 大家都說 好像很有趣 好像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然後Nicc最後 找了一些players 去拉Strings和Bras 變成了一個很豐富的編曲 很富 但我們還未去到最源頭 究竟怎樣他和Oscar 有貓貓到現在 從主人的眼睛去看世界 剛才說的是氣氛的轉換 但也要配合主題 其實你有沒有從 例如看到什麼影片等等 引起你 我想寫死亡與希望 其實關於死亡或希望 我本身經常會想想 例如如果這一秒 我就已經去到生命的終結 究竟我無憾味 究竟我會不會有些事 會令我覺得 我還未想離開 然後也有一段影片 我剛巧看到 其實很引起我 就是一個患癌症的丈夫 其實在她臨走前的時刻 就記錄了她看著她老婆 在床上看著她老婆 然後不斷跟她說 I love you 而且不斷疼愛她 她的眼睛真的只有她老婆 從她的眼神中看到那種愛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看到她 即使這一刻離開 都無憾的那個眼神 即是我這一生人遇上你 已經是我最開心的事 或是最滿足滿意 對 都足夠了 買了雞皮 真的打冷靜 你跟Oscar談的時候 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嗎 其實我們基本上定了 是主人的角度之後 很快都已經向著這個方向 然後就要去演繹 你是第一身 是嗎? 在上次演繹的貓 簡直是在音樂音樂上 用動作、姿態 都要學習她 但這次你變成這個主人 是離開的 臨離開 進入錄音室的時候 你拿著一個甚麼情緒 你快要離開了 很痛苦 或很捨不得 但同時在歌曲上又要給大家希望和愛 其實那個情緒真的很難拿捏 而且我和Gareth錄這首歌時 他都很專注於我的情緒 比我唱得如何 所以中間有幾剔 基本上唱完之後 他說我覺得你這個情緒很到位 基本上就直接用了一剔 所以整件事是沉默的嗎 沉默的 或者是… 因為我又覺得唱歌時 你不可以太有情緒 否則你很難控制 所以拿捏就是要感覺到情緒的醞釀 但我又要兼顧唱歌 但我聽過情緒也有很多高低 最初是沉默的 然後才無所懼怕 再上去 對… 然後又下去 咕咕呆呆你是一口氣錄完整個節目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分開兩天錄 一天主要錄了前面部分 即是沉默一點 到第二天就… 全都進去了 就用力去做最後的部分 還有黃少明的那些衣服 全都出來了 對呀 全都出來了 對…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到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個鐘仔訂閱啦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啦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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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